大家好 芬芬小煮意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款秋冬甜品 就是雪梨雪耳鮮百合糖水 首先看看材料 用了鴨嘴梨3個 去心和去核切件 另外用了雪耳 這隻雪耳是滑身的 之前芬芬衣曾經介紹過雪耳有兩隻 一隻爽口和另一隻滑身 今次煮糖水的關係 芬芬衣選用了滑身 另外需要一包鮮百合 南北杏和冰糖 就是這幾款材料 就可以煮到滋潤的甜品 我們一起開始吧 今天這個大約是3至4人的份量 我們用這個飯碗裝3碗的水 然後放進鍋裡煮滾 我們水滾了 我們首先放我們的南北杏 接著放我們的梨 等到我們的水再煮滾 接著放我們的雪耳 首先放了這三樣材料 煮25至30分鐘 而我們的鮮百合和冰糖 就是最後才加進去的 我們煮了25至30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鮮百合 放鮮百合 只要煮多15分鐘 我們的糖水已經完全煮好了 在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試味 而去放你們的冰糖 加少許冰糖 加少許冰糖 再煮多15分鐘 不用花1小時就可以煮出 我們這道這麼滋潤的甜品 大家不妨在秋冬的天氣煮一碗 和家人一起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